今天早上我看手機就看到很多兄弟的留言都說 今天第一條片是要先出巴塞 而不是利物浦隊萬成 因為大家都急不及待要聽聽為什麼巴塞會死掉 另外其中還有一個兄弟就說 他希望我這條片是講得爆些 幫他罵這個華為敵 其實這場球是歐聯、八強、次回合 巴塞、佐克羅馬的 這場球絕對不應該要輸這麼多 就是說你輸都可以接受 但絕對不應該輸這麼多 輸這麼多就毫無道理可言 輸這麼多一定是有一個人犯了一些 是不可挽救的錯誤失誤的 這個當然就是巴塞教練華為敵 首先羅馬那邊只不過放了三五二 只不過是三五二的而已 只不過只有兩個進攻點而已 巴塞又怎樣呢 巴塞就用了慣常保守的四四二 而同樣嚴格來說 都是兩個進攻點 在陣容上面 大家其實都沒有什麼反擊能力 總比數是一比四 羅馬要入三個球才可以晉級 巴塞只要每入一個球 羅馬都要入兩個才行 對於羅馬來說 其實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來的 巴塞只要全場保持控球再腳 理論上是很穩陣的 羅馬當然會知道你這樣 絕對不會給巴塞浪費時間 所以一開球就不斷壓迫的 希望比賽是盡快變成來回高速球 希望可以在速度上和體能上贏巴塞 但是其實一開球才有甜頭的是巴塞 打了五分鐘見到 巴塞是用了級數 拿多了一些快攻的機會 羅馬同樣都是兩個進攻點 沒有什麼具體機會出現 而且我看不到羅馬是有特定的人去凍結美斯 所以一開球這樣看到 其實巴塞依然是處於少少上風 不過很明顯是因為初初的階段 巴塞那班老人家還有體能才會這樣 然後去到五分鐘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極度不尋常的情況 就是羅馬只不過用普通的高球斬上去 等於英超那時候車路士對熱刺那場球 熱刺也是普通的把高球斬進去 要入球一定要有些後衛 合眼睡不追人才行 誰知道這次合眼睡的 就是巴塞的左後衛 就是巴塞的 他本來一開始是有追到迪斯高 誰知道追著追著 突然之間放山對手 他收捕 唯一解釋的地方 就是他可能覺得龍門的特色筋 是可以衝出來沒收 但是其實都說不過去的 因為龍門起初見到你是有追的 龍門就會覺得既然有後衛追到 就不要出來住 因為出來始終都是有風險的 所以這次絕對是佐迪艾巴的一個 嚴重的失誤來的 放山了迪斯高 迪斯高把力不錯 給他搞定了 其實之後都見到羅馬的進攻 是沒有什麼板斧的 沒有什麼組織能力的 但是一個這麼簡單的高球 軍炸進去 一個這麼普通的防守 都可以失誤 完全不給壓力對手 那就不需要講什麼組織 對手都可以輕鬆入禁區入球 很快了 羅馬是追回一顆的 另外一個奇怪的事發生在美斯身上 就是美斯今天多次被人逼脫了球 有幾個原因可以講一下 第一當然就是羅馬非常積極壓迫 第二就是美斯似乎真的有點累 今天的動作比以前慢了一點 第三就是美斯今天是有少少的個人主意 尤其是上半場 其實第一個回合的時候 已經有兄弟留言說他見到美斯有些毒色了 近期 不過美斯也未至於完全沒有整體意識的那些毒扭合 不過都叫做拖累了巴塞少少 令到巴塞今天的組織比以前更加單調 但是其實羅馬也沒有因此立刻得益 因為就算有機會也好 羅馬也不是很有組織能力 只能見到迪斯高做一下支點 之後其實都沒有超級連結人去跟進 只能夠稱讚他們很勤力壓迫 羅馬的壓迫是非常整體的 很多時候都搶到巴塞球員的腳下球打下反擊 整天都迫到巴塞要打內回高速球之餘 令到巴塞很多時候都猜不過半場 因為巴塞每次都想拿著球來用 減慢比賽節奏的時間 羅馬在中前場的高位壓迫就已經近身了 所以在後場那裡猜 都不是那麼容易可以猜得過的 而且呢 見到巴塞中場運轉也幫不了手 幫不了是猜過半場 羅馬竟然成功令到巴塞沒有什麼攻勢 真是反映了巴塞這一邊的球員老了 沒有什麼運轉力了 如果是抽中對立物譜當然更加嚴重了 去到28分鐘了 羅馬那邊一個明賣明賣差點 再入多立 這次就是逼機睛眼睛 看著對方的14號前鋒球員 舒希克頂頭錘 幸好就略瞞而過 好了 打了半個小時了 巴塞呢 就真的差不多完全沒有了 反而羅馬多了不少攻勢 那羅馬呢 竟然間是真的佔了上風 但是呢 都是要說一句 如果羅馬要入球的話 都是要靠運氣的 因為羅馬今天是用高空軍站明賣明賣的 雖然迪斯高真的頂贏了 但是始終高波呢 都是比較難控制 難連結一點的 所以運氣不夠 始終都是很難入球的 不過 巴塞陷於困境是真的 既然羅馬的體能和運轉力 真是在巴塞之上 今天巴塞也都很難 可以長期保持控球在腳 經常都被迫要打來回高速球 那就不如半場的時候呢 就換入單比利啦 這樣的話呢 其實巴塞前場的速度是會有優勢的 單比利其實是快過了 就是對面的迪斯高 還有這個是舒希克的 另外最好都是搞定中場運轉力的問題 所以保連奴這個這麼有運轉力的人 其實同樣都是要上陣的 今天呢 真是要跟羅馬打一場爛仔波 但是教練的華為迪 竟然是完全感覺不到有危機的 半場的時候 他沒有作出過任何的調動 似乎呢 真是有點輕敵 壞東西 下半場的形勢呢 其實是一直都繼續是這樣 巴塞前面沒有速度 彈不上去打反擊 羅馬的壓迫 經常都搶到巴塞的腳下球 不過我又是要說的了 羅馬要入球 始終要靠運氣 去到五十六分鐘 羅馬就拿到一個十二碼 不過這下呢 的確是應該要給十二碼的 來回高速球當中 尼安高蘭 又是踢個高球上去 給這個迪斯高去哨 這次呢 迪基也叫做有追到他的 但是迪斯高身位真的很厲害 頂著這個迪斯高 一路呢 就轉身帶個球 繼續向前 過程當中呢 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這個是烏丹丹呢 就沒有埋到去幫手的 搞到這個迪基呢 是完全孤軍作戰 結果 手腳並用 犯規 問帝 再加 棄跌迪斯高 球證直指十二碼點 隊長迪羅斯呢 用十二碼 將總比數追成 三比四羅馬 只差一顆球 就進級了 現在這樣呢 就去到臨界點了 巴塞呢 不可以再在以代弊 一定要立刻換人 一定要快點去換一個人進來呢 例如是丹比利呢 可以幫手在前面衝一下 帶動回巴塞的進攻出來啦 巴塞現階段 最需要的 就是要入球 入卓克的入球 這樣才可以 壓制回羅馬的氣勢的嘛 但是華為迪還是 完全沒有反應的 在場邊那裡 站在那裡而已 坐以待斃的 可能他還以為自己 自己贏中級數啦 但是也有可能 就是他完全根本 是想不到可以怎麼做啊 他或者是辨認不到 今天的比賽品種是什麼啊 其實呢 絕對不可以等了 因為你現在 如果 塞多一顆球呢 就不是打和的 是出局的 好啦 時間一路過去 我一路看下去 都見不到 就是華為迪換人 反而羅馬呢 就不斷去增加速度 和進攻點的 那相反 你看看 美斯 和蘇亞雷斯 一路跑 跑到一隻劇 都是不夠快的 你都是不肯換人的 華為迪 在場上的巴塞球員 完全是感受到無助 他們只可以做的呢 就是拖一下時間咯 拿著個球 不讓對手開這個是界外球 罰球 這些是巴塞的風格來的嗎 去到八十分鐘了 大鑊了 真是 我竟然看到他換了一個 高美斯進來 高美斯進來 幫到些什麼啊 他又不會在防線那裏幫手頂頭鎚 他亦都不會可以幫手打反擊 究竟在搞什麼啊 華為迪你 你去學摩連盧啊 學摩連盧用鐵桶鎮頂賣他 好心你啦 華為迪 人家摩連盧在萬聯玩鐵桶鎮拍大巴 都叫訓練有數啊 你巴塞今季 什麼時候有試過拍大巴 什麼時候有練過玩鐵桶鎮啊 華為迪 你一直這樣搞下去啊 不就是幫球隊萬聖自殺 你見到羅馬 不斷繼續用攻軍炸 不斷在碰運氣 人家軍炸雖然都要靠運氣 但是他每一次軍炸的數字越多的話 其實命中率就會開始上升啊 這一個呢 是一個很普通的數學題目來的 你還在等著呢 讓人入球啊 巴塞呢 完全沒有反擊上去 我說過很多次 你沒有反擊上去 始終都是會被人屈入的 這些呢 就叫做狗手必失 結果去到81分鐘 就是你剛剛呢 就換了高尾才進來了 是呀 現眼報了 即死了 羅馬 角球 刺進去 這個呢 就發思傲做英雄近處 攝贏了 頂入了 你看一下 你巴塞的球員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 這個施美道呢 他看著這個頭鎚入了之後呢 突然之間跪低了 突然之間抱著頭 好像抱頭痛哭那樣啊 那證明了呢 整場比賽我相信 施美道都很害怕 那教練的戰術呢 是可以搞到那些球員 手足無躁啦 不安啦 恐懼啦 絕望啦 你說 幾嚴重 見到棺材 鮮流眼淚華為敵 現在去到85分鐘 才用單比利 那其實呢 用了之後呢 就好一點啊 真是 但是都不夠時間啊 壞東西 那結果呢 巴塞呢 又做了驚天大逆轉的主角 不過就是上年贏 今年輸 那究竟巴塞搞什麼呢 一破金身呢 一敗塗地的即刻 什麼事幹呢 那今天雖然啦 下半場美斯的個人主義呢 就沒有那麼嚴重了 那但是羅馬這樣壓迫法呢 都沒有辦法啊 完全呢 就用不到美斯的這個屈肌 因為美斯沒有空間屈肌 沒有時間屈肌 那但是呢 又真是不可以 怪了美斯交不了貨 那在來回高速球的裡面 你怎麼可以要求 現在年紀都不小的 美斯挺身而出呢 你當然要呢 要求這個華為敵 用一些年輕人 有速度的人 放著美斯才行的嘛 那教練依然是想著 美斯一條人可以搞定了 但是單天堡至尊呢 今天就簡直是癡人說夢話啦 那西甲第一場的賽事今季啊 我已經講了的了 就是華為敵 如果真的這樣繼續想下去的話呢 遲早都是會累死美斯 最終累死巴塞的 而如果美斯失準的話呢 就會讓成這麼大件事呢 都反映了巴塞下一季呢 是將會有很大的問題會出現的 那雖然呢 今次的賽事 我真的猜不到羅馬會淘汰巴塞 但是呢 在八強抽籤之後呢 我都一早就說了的了 就是巴塞今年肯定不會有歐聯的冠軍嘛 那當時呢 有不少的人都對我作出強烈的反對 那還說我不喜歡巴塞 不喜歡美斯 那我只可以說啦 我作出任何的預測呢 都不是基於私人的理由的 是足球理論告訴我 怎樣預測的 我只不過是行使足球理論 我對任何球隊都沒有起戶的 那巴塞這一件事呢 我只可以說呢就是 巴塞球迷絕對不可以給巴塞在西甲的表現 而影響了判斷力啊 那我有幾個聽眾啦 他們都是忠實的巴塞球迷來的 那例如阿祖啊 Oscar Wong啊 Raymond Tang他們 那其實他們一早呢 都已經是知道巴塞很大劑的了 那他們不斷呢 就是努力提出意見去留言 那希望呢 就是巴塞可以改善的 那自己限度呢 就是有回王者的本色 可以用回四個進攻點去主攻 就不需要用死美斯 用到美斯死為止啦 其實這一班忠實的巴塞球迷呢 是對的 因為如果今天是有霸氣的話 其實你怎麼都可以一路 好像以前那樣長期保持控球在腳的嘛 因為你前面兩個進攻點 拉邊還有兩個進攻點 做進攻中場和做支點 是可以用回那個球的嘛 那如果你輸給霸人 馬體會沒有話說 但是你沒有理由輸給羅馬的嘛 羅馬的真是靠運氣 這次他真是不停的打個球 是你自己死的而已 但是最可惜的地方呢 就是我一路留意這幾位 有先見知名的兄弟留言的時候呢 就發現他們是不斷被某些巴塞的球迷鄙視 或者針對 那真是很替他們不值 我希望大家要理性一點 能夠接受多方面的意見 那今年巴塞在西甲呢 真是面對著很多藥隊都不死手的 那加上斯丹呢 今年極度傻仔嘛 那但是不代表下一年呢 西甲那些藥隊都同樣不死手巴塞 也都不代表下年斯丹繼續這麼傻仔下去的 那所以華為的今年的戰術呢 真是用一年就好了 千萬不要沉溺在成功當中 用死美思 否則呢 就會變成今年的干地了 那所以一定要引以為價啊 華為的 好了 這裡呢 要呼籲大家幫手 按一下廣告 按廣告彈的廣告視窗出來 因為這樣做的話 除了可以繼續鼓勵小弟 專注做這個頻道之餘 大家可以繼續免費看片聽片 我留意到大家呢 很多都是用手機去看我的片的 那留意回呢 用手機看的時候 我片的下面有廣告 那大家可以按一下它的 按了它呢 彈個廣告視窗出來 那才可以鼓勵小弟的 那另外呢 用電腦看的朋友 都可以留意回呢 就是我片的裏邊 有Banner廣告 我片的右邊都有廣告 那大家記得按一下它 那另外 另外無論用手機還是用電腦都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在我片的之前 插入一段就是片的廣告 那大家呢 除了播完這個廣告之外 還可以在這條廣告裡邊 找廣告link click一下它 那例如用電腦看會發現廣告link 會出現在條片的左下角 那下一條片呢 就會講到萬成對利物譜的了 拜拜 拜拜